哈喽大家好,我是明杨 今天我加大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字语言的魔术 好,首先呢,这边有两个计算器 好,第一步,希望你在这个计算器上面呢 输入一个五位数字 随便想一个五位数字输入进去 但我不会看到 好,现在呢,用你输入这个五位数字 五个数字再重新打断一下 顺序组成一个新的五位数字 然后输入到这个里面好了 但从到尾我都不会看到 好,现在呢,你要做一个计算是这样子 用这两个数字相减,大的减去小的 用哪个操作都可以 得到结果了,是吧 好,那把这,你用这边操作的 那你把我这个把它清理 哪个数字呢 哪个数字呢 那个...C 好,现在呢,这个结果是 两个数字 你随便想一想,减出来的相减的一个结果 你随便想一想,减出来的相减的一个结果 都对 好,请你帮我记住其中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就行 嗯... 嗯...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然后把其他的数字报给你 2994 2994 是吧 我有没有可能知道你心里面想的 你记的那个数字是几 不可能的对 我现在呢 要把你心里面记的那个数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心里面记的那个数字 应该不会错 3 对吗 2994 你记得是3 谢谢大家 OK 这个魔术呢我以前教过 但是以前教的时候我发现 并不需要想想那样子 其实你一样的观众随便想一个五个数字 假如观众想的是789456 好你这样让他 用这个数字 想个五个数字就可以随便 比如说他想的是45612 假如你让他用这五个数字 再重新颠倒 组成一个五个数字 随便他颠倒就可以 比如说现在是45612 假如他是12645 然后你让他用大的减小 那么就是 减去12645 这样是得出个结果 对不对 得出个结果之后呢 然后你让观众记住这个结果 他用了一个数字 然后让他把其他的数字报给你 这个时候呢 正常情况下的话 如果他记得是2 那剩下的是不是就是3967 他报给你 然后你得到这个数字之后 你要做的事情是 把这个数字加起来 然后3加7等于10 然后就是25对吧 然后25的话呢 你要做的事情 把25再拆开相加 2加5等于7 就是加到各位为止 这个7不就是各位了吗 然后你要用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用9 减去7 然后得出的2 就是观众心里面记的那个数字 所有的规律都是这样 如果观众记的是3 那么你报给你就是2967 那么你相加 呃就是16 22 24 24的话 2加4等于6 然后9-6等于3 就中了 好 如果观众记的是9的话 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点小 小那个 呃 奇异 因为如果是9的话 我们可以试一下 观众记的是9 那么就是3加7 10 然后8加6 是8 就是18 拆开人家1加8 等于9 你9-9就等于0了 根本就不是观众记的那个数字 遇到这种情况呢 你心里面算完之后 等于0的话 你问观众 好 你心里面记得那种数字 挺大的对吗 他说对 那么你就猜9 如果他说不对 你就猜0 懂吗 好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数字的魔术 非常不错 非常即兴 好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期的教学 好 欢迎各位在我们视频下方评论点赞 谢谢大家 下期 再见 嘿 You know how I I I do Don't worry about me I'm I'm cool